诸佛菩萨 农天护华诸天 齐兰菩萨 师父上人 各位师父 还有在场的莲友 献上共修的莲友们 阿弥陀佛 刚刚从道路那边回来 各位一定会很有兴趣 知道说我们这一次 到底去做些什么 感想是什么 我们请灵狐山居士 来跟各位报告分享 祝我菩萨 农天护华 师父上人 常诸师父 及各位联友 及线上的联友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一次厦门之行 从厦门之行 本来是要到北京 完成之后 再回到桃园机场的 我们先说 这个缘起 师父上人 离开我们了 但是我们的法务 也一直在推动 常识师父 每天的客送 跟精进 及各位联友 大家一直在用心的观想 包括我们现在 极光寺的山门 已经到了所有的 包括我们的雕刻 完全都已经运送到 我们常驻的四年来了 那也算是 师父上人 已经完成他这一个 从食材从厦门 到我们极光寺的 这一个使命的一个愿望 已经 第一步已经达成了 所以 刚好我 出差到厦门的时候 北京的 东宾师姐 刚好 有事情 找我 说 希望能够在北京那边 成立了一个 跟我们一起 能够 连线共修的一个场所 因为 他们 在疫情前 师父上人到北京洪华的时候 他们听闻了 师父的 这个开示跟教导之后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非常的 融入 那个 师父的法的里面 这几年来 因为疫情的 关系 所以 有的在国外 有的在国外 有的在国内 他们也不断的在 在修行当中 直到 师父上人 十一月份 圆集的时候 去年 圆集的时候 他们就发心说 要组织一个共修的一个 练佛的一个中心 所以他们在线上 跟随着我们一起在共修 甚至他们比我们更精进 十灾日 都送地藏经 个人自己每天也要送经回向 所以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 终于在厦门之行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 第一件事刚好送完地藏经的时候 跟常住师父报告这个 可经 那个 我们 联友们他们的需求 那 刚好就 师父上人 他就好像 是 在 这一个冥冥当中 非常的 心中非常的挂念 这一个事情 所以 就 甚至是 马上就说 里面有什么需求 你们说 他说 我们 福利 刚好 从澳洲回到北京 刚好在 打地藏七 那这段期间 希望 能够在 7月15号之前 他们 能够回到澳洲之前 也能够举办 那我们当初时间就非常紧急 那 常住师父商量了之后 就马上 就是发布了这个信息 之前本来安排要去 厦门 大学 厦门 达学之旅的这些人 就是 请示他们 请问一下说 他们有没有意愿参加 那后来的 在 很快的时间 很多联友就 自动自愿的要参加 还有一些有婴炼的人在 因为参与山门的时候 我们之前有跟 工厂接洽的这些 主要的干部 连友们 他们对 这个 当地的 这些护持的人员都很熟悉 包括 我们在厦门 护持我们的 城区长跟他们一家人 都 非常的发心 而且 因为这一次的事情 他们就 找了很多的寺院 因为我们每一样事情 都要经过 非常紧密的 这个配合 才能够尝试 那 因为王太昌师兄 跟 陈允允师姐 陈允允师姐 他 就是 真的是 我们极光市的 这抵住啊 就是不免不休 在一直在联系 这个 包括机票啊 因为 现在是 7月份是暑假的旺季 联订机票的机会 有时候就会 而且 我们又不能整团出去的 是我们现在有 所以大家就 零零散散 有的走山通 有的走各种方式 我们就是去做 一个 就是旅游 最主要是 我们需要去 答谢这些 有关于 有关于 把我们 三门 石彩 从 福建那边 帮我们做雕刻 帮我们找到 这个三门的 石彩的这些人 跟 护持我们这些 石彩的这些 诸佛菩萨 老和尚 跟这些 农天父啊 我们都要去礼谢他们 这是一个 觉得 师父的那个悲愿啊 他就是 好像 他欠人家 人家这么护持他 他好像要 double在十分的 去还人家 所以 他的 心很着急 所以当初 因为北京的这个 事情之后 他就马上就 非常的 崭尽且且说 我们就尽快 成行 但是 经过这一个 周全的 这个布置之后 终于我们在 7月7号 能够成行了 但是 因为这一次的 行程 我们也是 非常的 胆战心惊啊 因为 从来 即光是 没有 把所有的 支出 把所有的精力 全部花卉 在这一个 华会上面 跟这个 福建之行上面 是非常重视的 所以大家 之前也做了很多的功课 那 我们一直期望说 诸佛菩萨 龙天父啊 能够 扶持我们这一次的 啊 福建 巡礼之行 能够顺利成功 那 我们 几位 师父 跟随着 我跟 太正师兄 跟 昆森师兄 他们夫妻 我们先走 小三通 因为 金门那边 那边有很多 就是我们过去生在那边造业的 或是那边 因为战争或死亡的这些众生 我们需要去招请他们 那我们顺便从小三通过去 所以那当然一定要去 跟他们招 观想招请过来 这是我们必要的行程 那 本来我们打的机票是可以从 嘉义过去是比较方便 直接就 二十几分钟 三十分钟就到金门 没想到机票也全部额满 台中的机票也额满 台南的机票也额满 就剩下高雄 那我们就到高雄去 我们到高雄的机场很不可思议 我们师父就在坐在那个 金龙的底下 那就是龙王的底下那边 我们就在那边照个像 后来照个像看了之后 我们说真的是龙王就在旁边 跟随着我们要过去了 所以一路上我们就是 心中就放下了不少 那我们就一直观想到 厦门 其实我们在搭飞机的时候 都会看到很多的 户外的风光啊 或者是 但是 我们都好像没有看到 就一直在观想终生 到了厦门 我们在厦门武通码头 北京的林友已经有前 那个几个那个师兄 已经在那边等待了 因为 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 哇 他后来全部到齐 要接我们到 那个龙山寺 就是用晚餐的时候 看到大家 跟小朋友 都非常的欢喜 非常的 非常的感动 大家好 好几年没见面 就像家人一样 那我们分了好几部车要到 因为 我们没有搭游览车 直接就分送几部车 到龙山寺的如意素食用餐 那 我们坐了那一部车 我跟同修跟师傅 搭了一部车做前行 我们就往龙山寺出发 我们很奇怪 这是前一道武通码头的一个 非常奇特的一个 我们那个司机 搭载我们那个司机 他本身也有在修 他说 哇 你们这台车 怎么让他感觉到 能量非常的高 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 我说 是什么能量会让你感觉 他就说 他说不上来 就是 整个 那个 那个能量 非常的充满就对了 他就 念诵那个法华经 他因为他是 那个另外一个日连教 那麽后人妙求的那个日连教 他就播送法华经 就按下那个法华经的 就一路上就 恭送法华经 到龙山寺 那时候是六点钟 下午六点钟 从厦门武通码头到 龙山寺是塞车时间 我估算至少要一个小时才能够抵达 运气不好可能一个半小时 那是塞车的这种期 他竟然从 那一边一直开到龙山寺的门口 完全一路全部是绿灯 通行无足 二十几分钟就到达 而且 因为我们经过下大旁边的海滩 刚好 夕阳刚好下去 就只有几秒钟而已 他说你看 哇我从来没有看过 厦门 这么漂亮的夕阳 结果 一下子就不见了 我照下来 我如果 那个整理好的时候 再 船到极光原地 让大家分享 这个 这么好的美景 那一路到龙山寺的时候 完全一路没有阻碍 那我们就觉得也是不可思议 后来 他 最后就播放一次天上天下无如佛的这个 歌颂这样子 我是觉得说 这个是我们 就是前到 厦门第一个 让我们 觉得 诸我菩萨都跟着你在我们的身边 因为7月7号到 厦门已经非常晚了 而且又见到 连友大家都非常高兴 因为 风尘仆仆也让 我们先到 切印之后 住到厦门宾馆 那当地的这些 那个师兄姐就 安心安顿下来 准备 第二天我们要到 建磊石材厂 就是 我们三门的 帮我们找到 石材的这一个 张董的建磊雕刻工厂 那师傅是 当初就 看中了这一个 雕刻师的工艺 还有就是 透过局长的介绍之后 我们也有 到华泰的这个地区 找到了这个石材 那时候 我们师傅 他选择的材料 是非常的 就是这种石材 是非常的好 那这种石材好 但是 因为在 大陆的政策之下 他已经在 严格管控 这个石材的 出口 就是禁止了 就封了 你不能再采集这种 比较高端的这种 石材 所以要找 我跟 太商师兄 跟那个 许坤生师兄 去了厦门 也 找了这个石材 这种石材 后来 到了 建磊工厂 看了之后 就决定说 我们在华泰 这个 有这么好的 这个石材的 东西 看了之后 上人就决定说 这个就是我们 激光寺要用的 这个三门的这个石柱 所以 就当初就答应了 就跟那个 张董 赶快 就在2019年的 最后的 那 也就 签掉了 这一个 把 食材运送到台湾的 这个决定 你看 这么巧 透过 2020年就 发生了 COVID-19的疫情 我们就 几年下来 我们就没有办法 再到 厦门去了 这当中 都是透过 视讯 透过电话 这样在联系 说实在的 这几年当中 大家真的是 心中都很坎坷 所以 就把 雕刻好的食材 之后再 雕刻好之后 再运送到 那个 我们 那个 激光寺 这一个过程 真的是 历经了很多的辛苦 那 我在说 我们从 那个 厦门 我们的宾馆 出发 要到 建磊工厂 因为 我们就 共乘了一部 那个游览车 那一部游览车 就搭载了 我们师父跟 那个 北京的林友 那 因为好久不见了 他们对 上人的思念 跟他们这几年来的 这些 雪伙的 这些 心念 跟他需要的可求 我们 惠泽师叔 就请他们来 一一分享 由我来 请他们来 一一分享说 他们这几年 雪伙的 观想 还有对 这个 师父上人 他的 他的思念 还有这几年 他们家中的变化 事业的变化 一直在分享 那 这个分享的过程 我们 昨天有分享到 极光源地 我们可以在 极光源地里面 看到了 这一个 分享的 这个过程 他真的是 每个人讲到 真的是 都是深入到 每个人的心中 所以难怪说 师父他们 为什么说 他们对这些 联友 特别的 我们 以我们 来讲 就是觉得 特别的宗爱 宗爱他们 特别的关注他们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真的是 很用心 想要 渴望 要学佛 这样子 那我们到 建雷工厂之后 就 看到我们 之前在我们 帮忙为我们雕刻的 张董 他也 非常热心 愿意隔一天 我们到 常态食材馆的时候 要带领我们到 常态的那个 山区 没有他的带领 我们也找不到路 因为一乘车 都是开两个多小时 这个 还要开山路 所以 要经过 漳州到常态 这个过程 我们就是一个是 往北 我们是到泉州 先到 他们重舞的 惠州泉鲁的工厂 工厂看了他们工厂之后 本来 张董是好意要 召带我们吃午餐 我们说 我们在 在泉州的开元寺 因为 开元寺的老儿上 跟那些 的菩萨 有 对我们极光寺 这一个 山门也帮了很多忙 对他们 也非常的忽慈 师父当初有去 开元寺 走了一趟 我们也在那边用了素摘 那我们就在那个 那个素食馆用了筛饭 那 因为 可能 商人也急了 在那边有处理一些 北京联友的一些 刚好那个 那个老板娘 好 愿意提供她的场所 让我们在 她的 那个 餐厅里面 好 先有三十四五 来跟他们告知一下 他们 大家也 做了 软身运动 让他们 知道说一些 师父他们 包括 甚至是需要 他们 忏悔的地方 还有 他们过去生 造业的地方 怎么去 跟 对方忏悔 那是 刚刚做的第一次的 前行 这是因为 其实 在那边很多 听了 那个大陆联友的 这些分享之后 已经都非常感动了 连 那个 师父上 可能他自己都受不了 要 赶快出来跟他们说法 好 那 我们就到 中午吃完餐的时候 我们就到 开元寺 因为开元寺 蛮大的 那里面 是 古市了 那之前 洪一大师 就在 开元寺那边有 在那边住过 在那边在 洪一大师 也是 蛮有名的一位 那个 老和尚 所以一个 所以 我们也去了 整个 他们的大殿 他们的佛塔 那都是 好上千年的佛塔 所以 有的重建 有的 旧的 这个 石材的 我们还都会看到 一个 明山古萨 以前 福建 是 跟台湾是最靠近的 一个省份 因为 所有的生活习惯 几乎都是 非常的相似 我 我之前 有 去过平和 我们嘉义人 就是 大部分有七八成的人 都是来自平和 有 连 讲话 说话的 语气 包括他们 讲三字经的那个语言 都一模一样 所以 我觉得说 这一次去 厦门 去福建 这样巡礼 也是说 我们 把 这一个 两 就是 他们 心中想要 渴望的 这些 我们 用佛法的方式 给他们的 一点点 滋润 让大家来互动一下 这么多年 没见面的之后 我们还能够 就像一家人一样 那 之后我们开音室 回到 厦门宾馆之后 我们有各自的 行程 我们就分 那 局长也有请我们 吃了用膳 因为 离开太久 他也是 希望说 来招待师傅 他们 他包括商量 隔一天要去 那个华泰 我们要去食材厂 把这个 最主要的重点系就是 把食材厂那些 众生 要请回来 我们所伤害的 因为 采集食材 现在是一种 比较污染的一种工作 因为 你采集会 包括食材 都会有很多的粉尘 和污染的空气 所以 我们要去华泰的时候 竟然不能进去啊 一个 一个老婆婆就 在拿个椅子 在中间躺着 就把你阻挡起来 不让你进去这个 食材厂 你就知道说 当地居民 对这个食材厂的开发 也是 蛮讨厌的 或是怎么样 所以 我们那个 张董 还特地 帮我们绕了一大圈 在 从小的路 那个开车 真的是要技术一流的 不然 要进去那边 真的是不容易 就 安安全选 这个 农天户啊 就是 真的是 扶持我们一路 到了 我们的那个山上 但是 到了食材厂 进也进不去 那个路又小 就 我们原来在师父那边采集 那个地方已经被堆积的 所有的食材全部都阻挡住了 我们 根本要进去也没办法去到原来 把你师父那边坐招抢 那 刚好 我们那边有 还有一个 厂商在那边 在那边做工作 我们就问他说 我们可不可以借助他们这边来做 他们也没有说 答应就是说 那你们就去做啊 因为 那一天温度真的是太高了 那个燕阳高照 你在那边晒个三分钟就差不多快要 板头大汗了 那也没办法就看到 我就站到最高点看看 哪边就要适合我们 能够在那边办一个 武功啊 还有请他们的一些 因为我们带了很多的贡品 包括 双吉庸师兄他们 在厦门的朋友 都组了很多的 素包 去那边 要 要 恭请他们 要做个武功 那 之后 看了之后就只有前面那一个 有一个铁皮屋 刚好 可以利用到 我们就请师父说 我们是不是在这边坐 那师叔跟常祖师父说 可以在这边还可以坐 那我们就在那边做个 做个很庄严的武功 就 很多的师兄就去 能够 上去的就去那边 吃咒水啊 洒咒水 招请他们 请 这些 我们过去在那边伤害的这些 采集食材的众生啊 或是在那边欲求解脱的众生 还有扶持我们的这些 农天护法 那我再提一下我们 之前 上人带我们去 做 那一个 农柱 因为刚好已经采集起来 我们去 跟他们 做一个 操见的时候 师父先撒净 那当天 也是 晴天 非常的好 但是我们 在师父在撒净 我们在 诵经的时候 整个园区里面都是 我们都是檀香 我们是陈香 而且是奇兰的陈香 整个 那个 圈里面都是 飘满的异香 这是很奇特的一个 很多人都有闻到这种香味 这个是我就是 稍微提一下 这一次上 那个 华泰的这个 食材厂的这个情况 我们 做了之后 回来很多 老儿上啊 那跟这些 这些妇法居士 都说 这次 他们 都有跟着 我们回到台湾来 都很 希望说 借有这一次的 招请跟我们的愿力 他们跟随我们到极光寺来修行 还有的来礼谢我们 其实说他们在那边也受苦 能够 看到我们有光 跟着我们回来到极光寺 这个是华泰的这个 超建设行 那 回到 那个 我们的 厦门宾馆之后 就要准备 我们隔天的重头戏 就在太平原市 举办了这个地藏瓦会 下午做蒙山施石 之前有 委托 就是说 很多的朋友 帮我们找说 我们要来做一场 就是超建法会 甚至来 我们也找了厦门的朋友 但是呢 都不理想 不是太偏远 就是 那个 寺院 也不是 很好 但是有好的寺院 又不答应 他说 我们可以 师父带你们 一起送经吗 那 很多的 我们的 方法 跟可能跟他们 不大一样 所以 要一起来做 一起共修 做这个 这个法会呢 这有一点点 包括 我们唱的 声调 可能也都不同 那怎么 可以在那边呢 所以 所以就 没有答应 那就没办法 没办法做 所以 那个局长 跟局长夫人 就一直在 抽 抽合这个事情 后来就问到 他说 竟然就 一口就答应 给我们 说 很多事情 可以让我们 通融 可以 提供他们的 这个 法堂 给我们使用 哇 我们当时真的很高兴 那一天 我们到华泰 有一批人就在那边布置会场 把那个 那个佛堂布置的 蛮专严的 那 我们就准备了很多的 台湾过去的贡品 甚至在那边买了很多的 需要的贡品 还请 那个 验珍他们的好友 他们的以前在厦门的一些 朋友 现在都是在做素食的东西 所以就请他们做了很好吃的这些 原来福建人 喜欢吃的就是 花粿啊 还有那个 气压粿啊 那个有绿色的 还有 乾粿啊 这是我们 跟我们台湾其实很多 很相识的这些吃法都是一样 都是 但是你临时怎么要去找呢 因为那天晚上 就后来就请那个 那个 庄师兄跟 彦珍他们的夫妻的好朋友 去帮我们处理这些事情 隔天就带了很多的贡品来 好 这是圆满了我们 那边的众生的需求 好 好 那在 我参加过 所有的 很多次的法会 这次算是 相当 非常的庄严 非常的隆重 而且 那个凝聚率 非常的大 因为 毕竟我们 不像我们 极光寺 共修这么多人 我们这次去 大家都卯足了全力 这样凝聚 宋经 就是 他们 外面的联友 跟 一些 师父 他觉得说 我们这台湾来的这些 联友 还有我们的 常驻师父 宋经的 感动了很多的众生 他们也自己有感触到 所以 也算是蛮成功的 很多的副法居士也一直称赞说 我们这一次 在这边 已经到了一百分 达了一百分 这是刚开始讲的这个 圆满的这个过程 好 那我们 就 把这个 这些法会 做了圆满之后 这个过程 我们 就觉得说 北京来的这些联友 这些小朋友 已经长大了 以前来的是小鬼头 一个一个 都是顽皮的 还会跟 他的施工作怪 还会 他们私底下都是 讲英文 还会讲一些事情 在 表达他们的不满 那时候 那时候 师父啊 一直 留下 这些孩子在极光寺 不让他们出去 因为 他们很多 都是非常疼爱小孩的 那我们说疼爱 我们在讲说 这也是溺爱 溺爱到最后 就变成我们所谓的 爱他 有时候 变成是害他 所以 小孩子 就变成说 你在小时候 没有这种 很好的管教 他到最后 会变成说 我 因为 我们 跟那个 大陆的 就是一胎化的政策 他都是一个 甚至有的是 只有两个而已 所以 这个 过程 会让他们觉得说 我能够生一个小孩 就很宝贝了 那现在台湾是 到最后 现在 连一个小孩 都蹦不出来 所以 我们 这两方面的情形 都是一样的 所以 我觉得说 这些小孩 忽然间 一天就成长了 怎么会在这边 这边已经变成高一了 有时是初二 已经到了八年级了 有的已经十年级了 他们现在 都懂事了 自动自发 搬东西 在这 所有的 那个太平原室那边的 我们的中餐 还有 五共的产品 他们都是由他们 这样 起起落落 我们要搬一趟 也要爬个三楼 来来去去也很辛苦 我们 是真的要感谢我们的这些 联友们 这样的辛劳 因为 真的我们这次的行程叫做 锦罗密鼓 真的是 非常的紧急 而且又 大家非常 绷得很紧 这样 在 在扶持的这一个 这一次的法会 那 完了之后 我们 隔天啊 我们 前去的联友要 往 行程 要往 回到我们 桃圆机场了 那我们本身 原来预定 法会完要到北京 去的 应该有一些变化这样 所以我们就 取消了北京的这一次性 让这些 原来来这边的人 能够在这边好好的 挺稳和华 那 很有 意思就是说 我们那次 跟师父去 领饮寺 领饮寺 那个 激公老师父 就出来 那激公老和尚 也 慈悲啊 出来开示 让这些 联友 跟小朋友 每个人 把他们 心目中 所要渴求的 所要 希望的 全部一一的 都 打悟了他们 如果说今天如果到了北京去 可能没有办法像这样 因为很多人 包括他们 当地的联友 如果说大家要来 清华 或是要 可能他们没有机会 这么直接可以跟 师父这么对谈 这么 这么好的 分享这样 那因为 后来 陆陆续续 有几个 北京 联友 他们自己也 回到 厦门来 还有 东宾的一些 他们在做生机饮食的推广的 这些老师 也都随请参加 还有 那个 富丽的 闺蜜 他们自己的 一个律师 跟他们的 小孩 他们都带来 总共 北京大概 来了将近 18位 18位的联友 真的是 好不容易从 那我们 还有一位 特殊的联友 现在目前是我们 北纯集团的 就是有机农业的董事长 我们 杨绍武董事长 这个是 很不容易 他在 几年当中 把 我们东北的 有机的大米 有机的 他 这次回来 让我们带了很多的 有机的大米 跟有机的小米 回到 激光市来 供养我们常住 那 当然 事业做得越大 遇到的瓶颈就越多 他要思考的模式 越更多 方向也要正确 所以 这次来 请示了很多的 有关于 他们未来 要怎么去 把这个佛法 落实在他们身上 包括他们的事业 包括他们的家庭 包括他们的身体上面 要怎么去落实 这个 他们这次 一一的 都 擅自是 都给他们 非常好的答复 这个是 我觉得说 应该说 让他们从北京 这样过来 也不须此行 不然 每个人从北京 有的是从黑龙江 又到 到北京 又到 厦门来 一趟路 其实也蛮远的 比我们还远 里程来讲是 比我们还远 我们就隔壁而已 只是说 他们搭了飞机 时间很快速 但是 这个 他们的那个 求法可法的这个心 有切 很心很切 所以他们就 能够真正 让每个人 可能把 以前 失去的这一些 颠覆的这一些 荒诞的这一些 把它去除了 他们就知道说 我们过去 所造的这个业力 真的是 不可思议 跟地藏经讲的 这样 悬出悬入 你如果没有一个 很好的一个领导者 很好的色恋的人 一下子 又造恶业了 一下子又 被牵走了 所以啊 他 很容易就是落入在 这一个 贪嗔痴的这个 圈套里面 那一套住了之后 他出不来了 是因为 这一次的姻缘 那 师父上人 他 就是 一直在我们的身边 那时候 善知之也说 你只要有 师父的 这个 练想 他就在 所以 他们这一次啊 就是 非常 懂得观想 我想应该 这一次 把 这个行程 这样的 红华历程 我觉得 是非常的 民主珍贵 那 最后的一天 就是 我们有一个 跟 这些北京人 也有互动啊 包括他们 我们 有 那个 燕燕 那个 吴威以前 有一个小朋友 会唱 金序的 大家听过吗 他还会唱 金序 那时候小小的歌词 现在 大女孩 已经 她是一个 音乐 的那个歌手 所以那天 所以那天就唱了 我们 有一位 非常有名的 作词作曲家 的 歌曲 他 刚好 也在 南普陀出家了 他是 很多 乐剧啊 包括包青天啊 很多的 作曲的 那个 作词作曲的 一个音乐家 后来因为 因缘到了 他就 出家修行了 竟然也在 在南普陀 这个是我们 在这边 遇到的一个 非常好 所以 他就 把他的 这一个 唱的这个 歌曲 呈送给 献给我们 上人来听 大家 听了 都是 非常的感动 那 之后 就是我们上人有 上来开示了 说我们这一次的 刑场 那 当然我们觉得说 我们这次行程 非常的 应该说 大家都做得非常的 好 做到说 已经到一百分了 但是 上人出来说 我们只 做到上面 六层啦 下面还有十二层哦 你 都还没做 做到嘞 那你就很满意了 那 那石头底下 压的这些众生啊 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都被这些石头啊 压着 那 我们这次法会这么成功 是否还跟我们说 我们 众生度尽方正菩提啊 这一个 你发的这个愿 就只度了上面六层而已 那底下十二层 都还没有去 观想到吗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加油努力 这个是 我觉得说 上人对我们 这么 还是要期许我们继续 加油 继续 在 长治师傅的领导之下 继续的用功 继续的努力才行 这个是 我们这次分享 这是 厦门的这个 福建 巡礼 包括我们山门的这个 建材的这个 整个的新城的一个圆满 做了一个 分享报告 如果我们有缘 我们在激光试验地里面 我们再把这些过程 包括很多连友 他们在这边的感触 分享给 没有从事这次出门去参加的这些连友 让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好 感谢大家 好 谢谢 好 感谢 谢谢湖山居士 这么详尽的 跟各位报告 其实呢 我们有一句话说 求财若渴 那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他们是求寡若渴 大陆不是没有道场 不是没有修行人 那因为 北京那边的朋友 跟我们接触 然后就觉得 不相应 所以呢 他们不得已 要自己有 一个 可以共修的地方 但是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又觉得说 那个凝聚力 没有办法聚合 所以非常非常的盼望说 我们可以去跟他们鼓励 去交流一下 让他们这个共修的地方 可以圆满达成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真的都很用心 那所以说 最重要还是要从那些核心干部 他们自己的心 非常的坚定 能够茁壮 能够成长 是去 吸引那些 跟他们有一同志愿的人 来共修 而不是 我们心一直向外 去招揽 这样子的凝聚力 当然不可以 没有办法达成 所以呢 换成我们这边 也一样 我们在台湾 有极光寺 那各位觉得说 很相应 就非常的珍惜 而且要把握 真的我觉得 从他们讲出来的时候 我都一泪掉 一路掉眼泪 我觉得他们真的 好像一个 没有妈妈在身边 呵护的孩子一样 所以他们非常的渴求 求华 若渴 那我们有呢 我们就珍惜 然后呢 一路下来真的 参与的人 大家卯足全力 所以整个的磁场 花出来的 真的就是 连我都很感动 那回来以后呢 我就想说 要请老和尚 请师父 喝喝茶 到底我们还有什么 做得还不够的 那老和尚跟师父就说 你们完成了九十分 那我就说 那欠的十分是什么 他说 你们安全的 把他们带回到极光寺 但是不是带回来就没事了 而是要 护送他们 到一个真正 可以修行 可以在佛菩萨的身边 学习成长 的地方 这种才算圆满 那我们刚刚讲到说 我们观想的时候 只到六成 那还有很多很多无量 很深的 甚至是在之前 师父就讲到说 就好像是在 马尼亚纳海沟 那么深的地方 都有众生在受苦 在求助 所以呢 一样 北京的朋友 要先从自己做起 我们也一样 我们自己很坚定 很正确 能够成长茁壮的时候 就可以感动 可以招感 我们想要度的众生 所以 大家的 工作 尤其是 我们 今天诵地藏经 地藏菩萨的愿 是怎么 我们就跟着走 师父的愿 他怎么做 我们就跟着 这样子做 那我相信呢 我们在菩提道上 就可以不退转 而且呢 各位如果在 国法上 有一些体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转到 大陆那边 的联友 让他们也可以分享 那 大家就同步成长 祝福大家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慢慢站起来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 我们下期待